从以前921开始到现在已经17年 这个17年我们也等很久 但是始终就没办法解决 台中市长林佳龙在居民的陪伴下 一一巡视松马部落地层下陷的状况 居民说921地震之后 将近17年来 他们每天不仅活在担心地滑的恐惧之中 不知道哪一天会遇到更严重的灾难 有的甚至房子已经倾倒歪斜 到现在还住在公寮里 下面那个马路底下 如果真正下陷的话 那个一次就走 就不像这个慢慢慢慢走 因为那边更陡 我是在那个上面的公寮 因为我这个家里 921就这样外掉了 已经离开了 现在我在盖一个 不然待放我没有可以住的 那个我随便住 921地震之后 台中和平区松马部落 就一直有地滑的现象 17年来状况是越来越严重 受到影响的住户 大多希望能够有迁移安置计划 可惜诉求一直会获得解决 刚上任不到三个月的林嘉隆市长 特别来到松马部落关心这个议题 希望能找出解决之道 因为每次台风来 他们就要就是疏散 也是很辛苦 所以我们也会全力来协调跟协助 这个整个千春的工作 我现在也安排了每个月 都有两个以上的局处长 会来到这个山里面这边 跟原住民朋友来交换意见 来解决问题 林嘉隆市长表示 为了重视和平地区居民的各项问题 每个月会安排两位市府的局处首长 来到和平地区 了解地方的各项诉求及解决方案 不管是千春计划 还是其他重要议题 他都会责成市府相关单位 来精力协助地方民众 记者综合报导